你的手搖引到底是要給誰喝呢 只要我們目標能夠明確 產品定位正確 得到客人的認同之後 大家以後想要喝飲料就會想到你的店 大家好 我是蔡志健老師 當我們的資金到位 店面選定的同時 我們也要來好好思考我們的產品定位 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你不可能討好所有的客人 清除你手搖引的目標客群 做好明確的定位 我們從價格 產品的功能 購買體驗 包裝設計 都和你的目標客群都黏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你成功的關鍵 品牌有沒有成功的定位 關鍵在於你的產品有沒有解決到你目標客群的問題 在眾多的飲料市場中 今天我們用車站附近的住商混合區來做一個範例 讓大家實際了解如何定位 因為飲品目標市場很多元 所以要先清楚產品的定位 我們才有辦法在眾多的消費者目標中脫穎而出 今天來到車站的這個住商混合區 住商混合區會有很多種不同的客源層組成 這些客源層會有哪些呢 有可能會有當地的居民 會有上下班通勤的上班族 會有在學的學生 上午中午和晚上更會有不同生活形態的族群在這個區域內活動 所以我們品牌與產品的定位 要能夠吸引到我們目標客員的眼光 什麼樣會吸引到目標客群的眼光 有可能是我們的產品價格 有可能是我們銷售的方式 有可能是我們飲品產品的特色 又有可能是你店面的裝潢氛圍和員工的親和力 這一些的種種都有可能會是成功吸引目標客群 定位成功的關鍵 在車站這個住商混合區移動的消費者族群裡 如同我們前面也提到的 上班族在上下班時間還有午休時間的用餐移動 學校有上下課的人流 當地的居民有早出有晚歸 我們要想想我們的手搖飲料店 要如何因應這些族群的生活型態特色 要以哪一個族群當成我們的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的移動方式到底為何 哪個方向是他們的順向 哪個方向是他的逆向 他的移動速度是快 移動速度是慢 我們的定位是否有符合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注意 去留心去觀察的 我家在車站的後方 那到下班的時候 我就會在車站附近買一杯手搖飲 來犒賞今天辛苦的工作這樣 那飲料選擇我通常都會選擇 比較清淡的茶飲 配上有一些果肉的飲料 那在喝茶的同時 也可以有一些維他命C的補充 我覺得 犒賞自己也要愛惜自己的身體 在車站通勤的上班族 大多有時間上的壓力 他們要趕火車 要趕捷運 要搶電梯 要趕上班 要趕打卡 為了要符合這群人的型態 我們的手搖飲在菜單設計上 要能夠簡單的明瞭 另外不要忘了 捷運車廂是不能飲食的 所以要考慮到 外帶我們的飲料時 是否能夠拿取方便 或是飲料產品的特性 是比較可以久放的 這樣顧客在飲用的時候 產品風味 就不會受到時間上的影響 住商混合的區域 在非上下班離風時間 會有住家居民的出現 這些消費課程的出現 可以提供高頻率飲用選項的無糖茶飲 或經典不敗的奶茶類 並提供給這群居民課程 一個聊天聚集的空間場域 如果附近有學校學區 我們可以特別注意 學生放學的時間點 中小學的放學時間有兩個時段 一個是中午 一個是下午四、五點 高中止的流動時段會比較多 中午還能外出用餐 我們可以依照這些目標客群的學生動態 去安排我們的人力 還有進行資源調配 通路存在的目的是 為了能夠讓消費者 正確取得產品的一個管道 其實每一個通路的建立 都要花費很多的資金 還有時間去累積 但現在網路發展相當成熟 首要引門式通路 可以運用Online 就是線上消費 實體消費的方式 我們可以提供給消費者 不同的消費體驗 像是線上消費 我們就可以透過線上虛擬品牌 來操作虛擬通路 虛擬通路 我們就可以來賣 差異化的產品喔 它不會影響到實體門式的品牌定位 還可以增加實體通路 可以移業時間 為實體通路再不增加租金成本 沒有增加租金成本喔 要注意喔 它還可以幫我們增加更多的業績跟營業 確認目標客員 我們就可以根據區域目標客群 制定銷售方案 包括我們在地思維的產品呈現 評價親民的價格 但是擁有奢華的產品 為客製的服務方式 一目瞭然的菜單視覺設計 快時尚的包裝 消費者空間為體驗的設計 這些都是我們品牌競爭力 都會形成消費者購買我們的一個關鍵 當我們在預定的通路觀察 設定目標客群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不同客群的屬性和型態 出現的時間 手上拿的飲料 到底拿了什麼樣類型的飲料 飲料的容器到底是什麼樣子 上班族對飲品的要求 除了飲品要好喝之外 杯裡杯外 追求的其實還有快時尚元素 凡是能夠增加個人被外界尊重的快時尚元素 都很容易受到上班族的一個青睞 那關於通勤組的客群 因為他們趕著上班 所以移動時間基本上都會比較緊迫 因此在通路選擇上最好是能夠坐落在他們能夠觸手可擊 以及移動方向是順向的地點 提高消費者的購買率 並做好顧客關係管理跟回購型的促銷活動 養成這些客群讓他們有直覺性購買的消費行為 最後我們要給通路市場時間 給客人時間 讓客人認識你認同你 然後我們要堅持下去 不要輕言放棄就能夠成功 兩樣大陸 對